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出大事了 习近平所谓大骑彻底沦为臭骑 彻底大翻车 最新消息来自非洲大陆 遥远的非洲大陆 包子小学博士灵感一动 在非洲投资了一个金矿 以为赚大了 他都没想到他哪里管得了 就中南海三尺地方 新华门都被冲了 天安门广场都管不住的 小学生还想搞到非洲去 他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最新消息的投资金矿 整个被掀掉 整个被端掉 所以习近平亏的眼都卸青 脸都绿了 我们而且这背后牵扯到 其实为什么专门说一下这个事情 背后关于瓦格纳 关于俄罗斯 俄罗斯这个彻底崩溃 有直接的关系 背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就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搞砸了 搞砸了 整个错误了 另外一头就是什么 乌克兰 乌克兰这边干的漂亮 我要说 泽连斯基人家是真正的巴金 民选总统 人家是真正的巴金 通过竞争走上来的 在基层走上来的 无论是演讲技巧 还有各种运筹帷幄 人家是真有实力 这个包子包子 这就是个富二代 就是个官二代 说白了 这玩意儿 而且这土匪二代 匪二代 他不是人家真正的巴金 你比如英国 人家贵族的二代 真正的巴金贵族 当时墙内有专家 还给这个包子拍马屁 说习近平有贵族气质 他愁让他是匪恶呆 匪就共匪嘛 共匪的恶呆不就匪恶呆嘛 所以就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 不像人家真正的巴金贵族 确实实 比如日本天皇 你就不服气不行 人家的恶代很谦逊 就不一样 该干什么干什么 走到人民群众面前 该 你看这个包 你看这个包站 这个跟群众演员来两下 去到这掀锅盖 他哪里会 他不会就不会 人家英国皇室 就不一样 习近平的文化就先锅盖呗 吃包子呗 他还会耍 所以他就是搞砸了 乌克兰在这边干的漂亮 乌克兰有重大胜利 我们要关注一下最新的进展 乌克兰这个呢 代表习近平现在后悔了来不及 没用 没用 其实当初如果习近平不是站错队的话 不会沦落到今天 也是注定就是他的水平 这个习近平的水平 对得起他的命运 将会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另外一头就欧盟 欧盟准备对中国银行出手了 欧盟现在走得更快 我们看得出来了 欧盟这边准备制裁 制裁中国的这个银行 所以还有这个贸易制裁 这个大翻车 OK几个事情 我们一起来瞧瞧看分析分析 那先说这个非洲这边 来自于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这个中非共和国 停止宣布停止一家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新闻 一家中国矿业公司的运营 把它把它关了 说的好意思停止 因为这个中非共和国 这个国家是基本上 它是全球最 你不知道里面的信息 也可以讲封闭 它的封闭主要 也不像朝鲜那种封闭 它封闭主要 它没有任何基础设施 就那玩意里面发生什么 它缺乏基础的传输的一个渠道 就不知道里面 里面就是什么情况 意识扳回 这真不知道的 不像那个哪里有网络 像像一般的发达国家 还有这中国那样 就像 就中国还行吧 最近几年改革开放之后 基础的网络都是铺垫了的 所以在中国有个防火墙 随时也会把它封闭 但主要就是 我们说回中非这一块 它的基础设施都不完备了 所以这个停止 我估计就政府 而且那种地方 没有什么网法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直接就把它关了 直接把它抢了 我就说了 这个包子的搞 它搞不过 人家也是黑色黑 在中非共和国 矿业部 在6月8号的时候 你看最新消息公布法令 指责中国黄金和钻石开采公司 大庆有限公司 这样一家公司 典型的什么典型的国企 大庆从大庆石油开始 这些开采地质这些东西 都你看有一定的传统 有一定传统 还有中国你看的黄金和钻石 这一块 就指责它是什么呢 跟武装组织合作有情报 有合作情报 非法开采 向矿区非法 引进外国物品 不纳税 并缺乏活动报告等等 你看这个全部都不到位 中国可以讲 你看纳税也不纳税 所以里面很多 一个中国自己也想多赚 这样偷偷的就偷税漏税 中国想把那什么文明法治 像孟晚舟在加拿大 中国那套文艺 就是欺负西方老师 西方文明社会 西方文明社会 给他一个完整的审判 像孟晚舟这样 在非洲 中国有时候想拿个什么律师出来 什么跟非洲干 没门 非洲真跟李亚中国干 他人家就是什么 你什么还得拿几个律师 我说你偷税漏税 所以有时候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失败 一带一路 是一个典型的思维错误 习近平就觉得 能把搞定西方那一套 放在这些 他所谓的哥们 哥们那里 他可能有点小清新 早年因为中国主要打交道的对象 其实基本上都会发到国家 就这么多年过去 他以为反正都差不多外面 或者说习近平也以为 这些哥们会给他三分薄面子 结果什么 结果的哥们才不给他面子 李亚中国就网上那些就洗脑 洗脑小粉红五毛 把习近平也洗脑 怎么非洲跟我们很亲近 巴基斯坦跟我们很亲近 这些什么 就中国人就信了 就信了 谁知道去到巴基斯坦 几个炸弹把他炸了 里面也是分几派的分 我不排除 这个国家有一部分人 他就信 日本也有一些老人家 跟中国还是很亲近的 日本也有一些日间 日间跟中国蛮亲近的 甚至像台湾有台奸 国民党台奸 出卖台湾另一样 是不是 我都排不排除你说 什么非洲也好 什么的巴基斯坦 有一部分人跟中国关系良好 但是不是全部 所以就还有就除了说 他对于这些哥们有误判 就习近平以为这些哥们给他面子 或者说以为这些哥们很好搞定 其实是黑吃黑 哥们 他这些国家之所以是贫困落后国家 就是因为他不讲规矩 本来那些国家这个 那真那么好搞 真那么好搞 搞搞几个金矿 人家英国几百年前日不落地国 几百年前就会搞了 还等得到今天你呀 中国去挖那个金矿 所以这就是习近平的一个误判 还有一个误判呢 就当那个地方 如果他都管不住 就会出现 他他也是 也有一种可能性 就觉得那个国家 也像中国这样独裁一下 这个什么都管住 世界上最好管住中国人 中国韭菜啊 那可不是让得虚名的 习近平那套大旗那套玩意 我说了 只能在国内搞 我们发现这些独裁者都是这样的 包括我估计朝鲜的韭菜 也是蛮好蛮好管的 就归根到底 为什么这个国家 能出现这样的独裁者呢 能出现那些 你看搞三年 放在其他国家 早都被他给他端掉了 还能够做啊 这个领导员 早都造反了 其他国家 为什么这个包括这个在美国也好 在日本也好 人家群众都很有血性的 你这个领导员要是不行 我们都你看历史上 包括日本啊 日本历史上被干掉的总理太多了 总理大神都被干掉了 就做的不好 这个美国更加不用说了 美国各个都有枪 所以我永远相信美国什么是什么深层政府 我不相信这一套 美国各个都有枪 你以为中国啊 中国的韭菜是全世界最最韭菜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就没枪 美国人各个都有枪 他敢乱来 我都不相信 不要把中国那套东西搬到美国来啊 这个把把美国人管管住了 没有这样的事情 美国总统只能是美国老百姓的 他是真是公普 真真正的公普 他走到哪里 他都知道哪里都有枪 他能不乖吗 拜登能不乖 拜登也乖 川普也乖 谁上到那个地方也得乖 就这么简单 他能不乖吗 像习近平这样随便乱搞 随便的三年大清廉 要在美国早被蹦掉了 这个国家主席是吧 人家就不可能 不可能 那回头就所以非洲啊 这些人家跟中国不一样 地方帮派强得很 地方的随随便便都有武装 那政府也管不住 包括那个巴基斯坦 那个什么解放军 就是每次都是炸他中国那压的 他能搞吗 他那个什么挂答港 能搞吗 搞不了 根本用不了 三天两头 那地方武装非常成熟 根本跟中国的情况是两回事 要引进一个全球 非常困难 其实全球管制非常困难 就像中国为什么以前他觉得还是 还行 因为他去的都是发达国家 中国以前跟美国合作 跟日本合作这些都是文明国家 那会比较容易搞 但这个习习习包子一拍老门 我们搞一带一路啊 搞的这些国家都是不好搞的 都是投资环境堪忧的地方 他就进去 你看就全错了 现在搞了个金矿 投资了中国人很多钱进去 这个金矿开的差不多了 人家就来抢 最近这个金也涨价了 是吧 那个跟之前比也涨价了 是不是啊 那所以人家解放军就来了 你看这个是吧 中国殖民统治非洲 是不是啊 人家也会说啊 你要挑动民粹 我非洲不会搞民粹啊 是不是啊 就非洲的历史书上面就会写 这个邪恶的习近平 带着邪恶的中国军队 这个抢夺非洲的资源 进行殖民统治 挖光我们非洲的金矿 你看中国邪恶势力非常 这个是霸王 是什么这个帝国主义 中国帝国主义 所以我们什么 非洲独立运动啊 到时候把中国赶出去啊 非常正义 非常合理 哎呀 你说历史要书写太简单了 是不是啊 你看哎呦 这个中国人把我们骗了 这么便宜 就把我们金矿给挖走了啊 所以说中国人很坏 我这个非洲的领导人要翻过来 他太简单了啊 所以谁跟谁呢 这个这黄金值钱还给你中国 哇 有这样的事情吗 就中国也想赚他的钱 那个人家也想人家也不也不讲规矩 就这样一来一来回 所以习包子能不亏吗 他亏亏的不要不要了 啊这个听说是啊 中国投资了好好多好多钱进去啊 就而且就是中非有些在他还建铁路进去 他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就如果刚好什么的港口啊 简简单单还行 还建个铁路深入到非洲的福地 你说这玩意能弄吗 想想知道弄不了 这么长的铁路还跨几个国家 中间怎么保证 之前谁在保证呢 我就告诉大家 之前其实武装组织 所以其实呢 他这里面确确实是这个非洲 这个这个中非共和国呢 也也是也是黑是黑 我说我我也觉得他是黑是黑 为什么呢 当地如果不跟武装组织合作 他根本连当地这些呃工人的安全的管保证不了 那些地方的当年那个在墨西哥做生意也好 你不跟那个黑白两刀打通一下 也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些公司在跟当地武装组织有合作 这是百分百啊 百分百啊 所以所以就他这个就这样了 人家现在就就跟他装了 你看你中国会玩 我们也会玩啊 这个是细胞子这个投资就彻底失败了 然后回头就很简单了啊 之前瓦格纳瓦格纳在非洲也也是管得蛮好 那现在因为俄乌战争就说到乌克兰这一块了 俄乌现在和洛斯自身难保 离菩萨过江那个普丁丁马上就崩溃了 普丁丁崩溃的呢 之前瓦格纳你看大厨都乱了 所以瓦格纳基本上现在在非洲 之前在非洲是有点生意的 瓦格纳这一块 那现在已经无暇顾及这一块 就形成一个结果啊 形成一个结果就是 也跟中国在非洲的这些利益呢 也高度相关点 高度相关点 那那现在都都全面崩溃 可以这么讲 就非洲的生意 还有瓦格纳 还有这个俄军 你看都一条线就全崩溃了 最新就乌克兰这边已经跟摩尔多瓦 准备启动加油欧盟的正式谈判 还有这个乌克兰打掉它飞机 打掉太太猛了 乌克兰马上马上就就就加加速了 因为这个武器到位各方面 你看到位的话 那个俄军兵败游三岛 兵败游三岛 我说之前在乌东他加力量的话 其实他是想先做缓冲带 然后再给乌军打回来 我们都看得对了 这个他不是真想打进去 他想须僵声势一下 然后到时候乌克兰真打过来 他他有点缓冲 结果也缓冲不了 他现在乌克兰这边 欧盟已经说了 基本上全部条件符合 全部条件符合 所有的步骤要求 就两个国家欧盟委员会说都都满足了 就硬性的 你可以递申请了 递申请的条件基本上都满足了 递申请之后就投票了 投票通过就通过了 所以就关键就是硬性能够禁表 我们就能够申请的这硬性条件符合了 那就剩下就是投票就行了 投票如果通过就通过了 那乌克兰这边我觉得也是很 其实大家不要低估乌克兰进欧盟 这个可能性 乌克兰进欧盟我觉得是百分百 为什么 乌克兰的重建是一个巨大的生意 到时候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生意 我之前就说了 因为俄罗斯这一块已经冻结好了钱 所以这个乌克兰重建是一个已经准备好钱 俄罗斯那三千亿美元冻结好了 一直都有利息的 所以已经准备好钱的这个重建工程 实质上是一个是一个是个非常好的生意 是个非常好的生意 这边现在就是什么 尽量尽量把俄罗斯赶走 然后完成一个彻底的和平 之后这边就直接就刷GDP了 就全部的土木工程就上了 土木工程一上就赚大钱 赚大钱 各种基建 各种到时候热火朝天这边 就是一个投资的热土 所以这个利益 欧盟不会放走 欧盟也知道这个生意好做 这三千亿美元不是这样花的 这样花合情合理合法 所以这三千亿美元生意这里好做 欧盟会放过这个生意吗 不会 所以让乌克兰加入欧盟 也有利于欧盟之后开展这一块生意 所以大家是双赢的 所以整个西方世界从头到尾对 乌克兰是一个投资行为 大家其实没以为人家的逻辑是通的 人家的反反复复讨论过如何支援 乌克兰肯定也讨论过成本和收益的这个问题 都考虑好了 考虑好 这现在 你看乌克兰全部符合一样让他家就这些都是背后的利益都梳理顺了 所以乌克兰这边百分百 百分百 现在就不急 这三千亿美元天天扣在这里 要在这边把俄罗斯解决掉 顺便把中国解决掉 好搞 多好搞 对于乌克兰来讲 可以讲也是鸟枪换炮 乌克兰本来也是很落后的一个农业国 这个也算是不怎么有钱的 现在如果能够担任那个地方在国际上面的知名度 这个国家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对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之前乌克兰不可能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国际的投射 还有这个关注度肯定就没有 现在可以讲他对于乌克兰这个国家 他也是有历史性的一个机会 回头就说中国 中国如果当初能够 跟西方站在一起 打掉俄罗斯 然后跟乌克兰 本来中国在乌克兰有投资的 然后跟乌克兰 你看乌克兰加入欧盟 那中国什么销售的东西到欧盟到美国 那里有问题也没有半点问题 如果当初站队能够站在乌克兰这边 然后灭掉俄罗斯 顺便把这个北方领土收回来 习近平就是民族英雄了 这个像一个一翻翻过来啊 之前都是装的 其实我就看我一把这个甩甩掉 民族英雄顺便把这个海参碗拿回来 习近平就是牛民青史 就就是个伟大了 如果他能够做得到这样 然后这个打开欧盟市场 直接进入进入乌克兰 进入欧盟 整个就顺了 整盘整盘棋就顺得不得了了 这是神神开局了 但是细胞子错了 他心里面觉得他 他那种大国沙文主义 他就觉得乌克兰这么小 俄罗斯这么大 我肯定占俄罗斯 然后他他那个禁无一言四难 而他他他那种思想 他很迷恋苏联的这个 这这种这个老大哥的这种传说 所以他是根据意识形态站到俄罗斯这里的 而不是通过战略考量 那现在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是彻底错误 欧盟这边已经宣布了 已经宣布了 七国集团在意大利开会 6月9号 马上要投票决定对中国的中小银行 协助俄罗斯 进行制裁之前的准备工作 他说的叫做严厉警告 大家要读得懂 这所谓严厉警告就是制裁之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这也这个准备好了皮鞭 准备这个把把这个扣扣在一个一个架上面 准备抽他了准备抽他了 想起那个日本的那个情趣酒店 准备了给他来来来一发了准备来一发了 所以就准备工作做好了 这个这个都都各方面 所以就是中国的银行彻底拉黑 彻底踢出switch板上叮叮 所有都安排好了 最最后习近平可以讲 由于他个人的判断的失误 然后中国人没有能够反抗 没有能够推翻这个政府 最后习近平承受他的这个命运 中国人也承受中国人的命运 就就这么点说 那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